中餐厅第二季 让你在下饭过程中 还能露出姨妈笑第一季结束后 我们很高兴地迎来了第二季 在湖南卫视的推广下 第二季如火如荼的进行 有苏友同身世般的风格 温柔的乐性 虽然吕照赵薇的欺负 但也依然对她妄以温柔的眼神 更有舒淇颜值担当 在节目中展现霸气风格 对小白无微不至的关心 但她的霸气也让很多人 对她有所非议 薇姐作为店长 更是担当了很多重镇 作为一个导演和女演员歌手 她在开餐馆这方面 没想到造诣也是非常的高 新加入的王俊凯小小年纪 变粉丝上千万 没想到在节目中 她也谈言从小做饭 所以在她所推出的菜品 中都受到了很高的赞誉 在得知自己做的饭 被那么多人喜欢后 她也露出了如她般灿烂 而青春的微笑 白居刚已吃苦耐劳的个性 在节目中也被大家迅速喜爱 对舒淇无微不至的关心 更让舒淇感受到弟弟的美好 而每期嘉宾都不一样 在第四期中 皇上的到来 让大家惊呼还珠剧组到齐了 有位阿哥塔良 听到张铁林的笑声 便想下跪 直呼一声 黄阿玛虽然每周只有一集 但在收视率方面都是排名第一的 虽然推迟了节目播出 但不会削弱我们对节目的热情 节目坦言说 更多的是想记录一些关于青春 奋斗 有意义和理想的故事 用美食传达出人间 最真挚美好的感情 也在对外传播中华文化 促进全方面的交流 让世界看到属于中国的美食的魅力 节目在拥有正能量的想法后 让观众体验到科尔玛的自然风景 和人文文化 感受外国的热情好客 而每个人都从家乡带来了特产 精心烹制 致力于传播中华的美食文化 让法国人在了解中国文化的同时 也可以了解美食所带去的魅力 荧幕诠释着为梦想所努力奋斗的样子 而节目的节奏十分的缓慢 并没有紧张感觉 是一个很好的综艺下饭节目 而且你在吃饭时看一点 睡觉之前看一点都可以 让你的身心愉悦一些 在都市忙碌的紧张生活中 你也可以从中学会一两道小菜 为你的家人为自己每餐一顿 影视版的菜单便是这样 在大家心目中一步步走火 两大美女三大帅哥 更有不同的嘉宾 让节目广受好评 而节目的菜单与第一季 更是有所不同 没有了原有的那些 属于中国家喻户晓的那些美食 而是在了解当地人的爱好与品味中 让中华美食更加的融入到 他们的生活中 文化在交流中传播 第二季的播出比第一季更显成熟 因为周围掌握餐厅的经验 更加丰富 所以每天不紧不慢 还可以转回来本贤 维持餐厅的经营 而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节目中 法国对餐厅的要求十分严格 舒淇还特意去学了一上午 并进行真实的培训 而节目也获得了法国政府的支持 在相互配合下市节目变得越发红火 走进寻常百姓家 中文字幕变得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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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多了